而台北线行大上个月则是破获了横跨两岸的诈骗集团 两名在中国遥控的主嫌下午也压解回台 这歹徒是专门挑网路宅男下手 在网路聊天室里头假称可以跟辣妹视讯 诱骗提供线上游行点数 进而以汇款不成功为由要求重复汇款 而诈骗金额超过了1500万 两名嫌犯就是远在中国遥控台湾共犯的诈骗集团主嫌 诈骗集团会在一般的那个交友网站 会告诉我们一般的那个上网的朋友说要跟你做朋友 那他们一般的那个聊天的 如果约出来见面的话聊天的交易费用是三千到五千不等 然后那个他们不收现金哦 要用那个购买游戏点数来作为交易的费用 那被害人往往都会上当去购买 因为金额不多嘛 所以因此都会被诈骗得逞 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雅虎拍卖及交友为平台 借由线上交友聊天当幌子 诱骗宅男购买线上游戏点数才能与辣妹聊天 并引诱宅男汇款 在谎称汇款不成功要求宅男重复汇款 但令警方吃惊的是除了得手金额已经高达一千五百万 受骗的宅男竟然几乎都有硕士学历 陈信及蔡信主嫌有枪炮及诈漆前科 目前遭警方通气 前返回台 警方在他们身上查扣多支手机 人民币 提款卡及三台电脑主机等相关证物 两名主嫌都是台湾人 却涉局诈漆自家人 若往后还譏讽台湾宅男真好骗 警方依诈漆最嫌将他们移送法办 民事新闻时东甲沈建宏台北报道